感谢关注朱家小仙一键三连哦! 王良元不要脸,但心中羡慕得要命,一个时辰可以干很多事,虽然没有事情的相宴事情传出来,但是这其中或许太子殿下还对王良元做过什么暧昧的事也不一定。 左良元在第一时间向王良元打探过,王良元却支支吾吾,含羞待怯地不愿意多说。 这更让左良元疑心王良元和太子殿下有了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跟着刘延就越传越过祸,都说王良元终于侍寝了,并且让太子殿下很是欢喜。 王良元上尉的消息在东宫传得沸沸扬扬。 望月居作为东宫的封口,当然有不少的好事者故意把这事透露给了望月居, 好让秦昭知道自己施了宠。 作为当事人,秦昭就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东宫的美人平时太闲了。 这要是等萧策登基,后宫的女人更多。 萧策今天见这个飞瓶,明天又见另一个飞瓶, 这种事就会成为家常便饭。 宝玉却是很忐忑,她怕自家姑娘知道这个消息后不开心。 此时此刻,她倒是能理解姑娘为何不愿意成为殿下的女人, 只因为殿下身边永远都不会缺女人。 如果哪一天姑娘对殿下上了心,殿下又有了心欢, 姑娘该有多伤心难过。 曾经姑娘不就吃恋赵大公子无果, 眼睁睁地看着赵大公子和吴夕宇思乡瘦寿吗? 那时候,姑娘还是赵大公子的原配呢。 若姑娘跟了殿下,顶多也就是个妾室, 无论有多少的荣宠,姑娘都不可能成为正事。 此前她想不明白的是,现在她明白了, 姑娘若真跟了太子殿下,那才是一条不归路。 哼,姑娘没必要在意那些流言蜚语, 殿下宠幸哪位美人,那都是殿下的事, 跟姑娘有什么关系? 那些个碎嘴子, 故意挑姑娘出去晒太阳的时候嚼舌根, 其心可猪。 宝玉冷哼道, 哼,无非是想看我去争风吃醋呗, 他们也不想想, 我只是个客人, 又不是殿下的女人, 难不成我还能去质问殿下, 为何要宠幸王良元? 秦昭也觉得可笑, 前世她有吃不完的醋, 争不完的宠, 那样的日子她是过怕了, 孰姬想来也绝不可思议, 那一事, 她每天过这样的日子, 居然还乐在其中, 或许是热恋之中的人, 总是这样的不可理喻吧。 姑娘不在意就好, 见秦昭如此坦然, 宝珠也松了一口气, 宝玉想通的是, 她也看明白了, 殿下再好也并非良人, 只因殿下的身份和地位太过于尊宠, 而殿下也太好, 喜欢殿下的女子太多太多了, 姑娘参与其中, 迟早有一天是会受到伤害的, 接下来的几日, 我就在望远区吧, 不出去了, 以免招惹是非, 秦昭说着, 望书房而去, 宝珠和宝玉跟上前伺候, 却发现姑娘有点心不在焉, 姑娘有心事, 宝玉难掩担心, 难道是因为, 殿下宠幸王良元的事, 让姑娘记在了心中吗? 哦, 我总觉得, 住在东宫不是好事, 偏偏太子殿下暂时不放人, 希望端午节过后, 殿下能够准我出宫, 秦昭甩开了思绪, 专注于读书练字, 他虽然有心学好, 但天分不高, 所以进度很缓慢, 真要像肖策所说的那般, 自己若学不好秦极书画, 就不能离工, 那他不是永远都被困在此处了吗? 事业, 肖策来到望远区的时候, 秦昭还在用功, 他上前拿起他写字的一幅字帖, 摇头叹息, 唉, 你说你有好好用功, 可是你写出来的字就这样? 其实比以前好了不少, 但是在他看来, 这些字依旧不够好, 很差吗? 秦昭本来就没自信, 被肖策这么一打击, 有点难以接受, 他最近明明很刻苦, 也很努力, 可他就是没天赋, 那他能怎么办? 肖策看到他眼里的茫然和不确定, 这回没有心软, 给他一个字的点评, 差, 秦昭顿时蔫了, 明嘴不语, 差才有进步的空间, 肖策怕打击得太过, 意思意思地安慰了一句, 秦昭当下也不看书了, 他伸头看向肖策问道, 那要达到太子殿下所说的, 学会秦琴说话, 我还要学习多少年? 这, 肖策作为难状, 似乎是难以及耻的样子, 秦昭看到他的这个表情, 就知道他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了, 所以说, 他这辈子都达不到他想要的标准, 换一句话说, 他永远都出不了功, 目前来说, 也就只有一个办法, 努力地把自己嫁出去, 这样肖策就没有理由再管他了, 民女知道了, 以后民女会更加地努力勤奋, 把自己培养成内外兼修的优秀女人, 殿下明日还要迎接各国的来宾, 早点歇下吧, 民女再看一会儿书, 也要歇下了, 秦昭说着, 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学习上, 这跟肖策所想的结果不大一样, 他以为, 秦昭从此会一蹶不振, 打消出宫的念头, 书经看来, 他用力太猛, 反而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他也不急于回主殿, 而是在书桌旁当陪读, 偶尔还帮秦昭延没, 不得不说, 肖策的存在感实在太强了, 秦昭虽然很想集中注意力, 但还是被肖策这个大美男影响了自己, 殿下还有事吗? 秦昭看向了肖策, 当他正对上肖策这张俊美的脸, 心道, 美色误人哪, 这辈子, 他绝对不能再被这张脸迷惑了, 明日端午庆典, 你成天聚在望月居, 明日姑带你参加庆典如何呀? 肖策策心想, 要让他心甘情愿地留下, 总得给他一点甜头才是, 秦昭不知道肖策心里的盘算, 他一听自己也可以参加庆典, 双眼一亮, 但他很快就忍痛拒绝, 不了, 明女的身份不适合, 不该去那样的重大场合, 他也不能拖肖策的后退, 以免让大家笑话肖策, 尤其是明天那样的重大场合, 听说还有其他边境国家来朝庆贺, 他如果去了, 就会让其他的国家人以为, 肖策的身边没人, 只能带他这么一个, 上不得台面的女人参加庆典, 这与理不合, 让肖策丢脸这种事, 他也不想做。 就这么决定了, 明日你早点起身, 姑让秋水过来给你穿衣打扮, 届时你和姑一起参加庆典。 肖策却不理会秦昭的意见, 竟直拍暗定板。 秦昭傻眼, 殿下, 不可以这样。 他应该想想, 他是个下堂妇, 被他这个皇太子带在身边, 是很奇怪的。 肖策摸摸他的头, 姑是太子, 姑的话虽不是圣旨, 却也有分量, 无说可以就没有问题。 秦昭欲哭无泪, 可是明女不想成为全民公敌, 太子殿下能饶过我吗? 他是不是抱大腿, 抱得太过头了, 这样的恩宠会要了他的命呀? 你说呢? 肖策策婉儿, 博纯掀出了好看的弧度。 他心情不错, 正想转身离开, 秦昭一把抱住了他的大腿。 不是, 殿下再考虑考虑吧, 为了咱大旗的颜面, 殿下也不能这般任性妄为呀。 难道他不觉得, 带他这个没有颜值, 没有身材, 没有身份地位的下唐妇, 很丢他的人, 也丢大旗国的脸面吗? 肖策没有想到, 秦昭会这般的无赖, 看他熟练的样子, 以前像是练过很多回。 你以前还抱过谁的腿啊? 肖策冷眼看着秦昭。 是了, 有时候他也会忘记, 他是嫁过人的, 他可是赵玉的前妻。 所以, 在河里以前, 他也经常这样抱赵玉的大腿吗? 秦昭接收到肖策冷兵的眼神, 这才发现自己的行为有失妥当。 他忙松了手, 终归终矩地做好。 美女恭送太子殿下。 算了, 反正也不是丢他的人。 肖策这么任性, 那都是肖策的事。 他都不怕, 他脸皮这么厚, 还怕什么? 不再问你话, 你休要转移话题。 肖策语气不善, 表情也不善。 秦昭心道, 这都算什么事啊? 他不就是喜欢抱他的大腿吗? 除了他, 还能有谁? 民女就抱过殿下的腿, 不过民女已经知错了, 以后再也不敢放肆。 秦昭小心翼翼地道, 殿下大人大量, 就原谅民女这一回, 可好。 没一句真话。 肖策摆明不相信秦昭的话。 秦昭被肖策呵斥, 觉得冤枉, 但他不相信他也没办法, 最后他只有找了个替死鬼。 哦, 民女想起来了, 民女还经常抱宝玉的腿。 不知道这个答案, 能不能让肖大太子满意呢? 这次肖策只是冷眼看着他, 一句话都没有。 而后拂袖而去。 秦昭觉得, 尊贵的太子殿下好像在生气, 但他并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事。 哎, 算了, 还是看书吧, 他现在觉得书比太子爷好懂一些。 方才殿下是不是生气了? 肖策一走, 宝珠立刻进书房问道, 秦昭一脸无辜。 你问我, 我问谁去? 跟着他又笑了, 哼, 或许是因为欲求不满, 太子殿下才像是吃了炸药吧, 这都是王娘缘的错。 反正不是他的错。 看到秦昭眉心眉肺的样子, 宝珠轻叹一声。 哎, 姑娘不觉得委屈就好, 往后姑娘在殿下的跟前, 还是要小心措辞, 毕竟那是太子殿下得罪不起。 他们还住在东宫, 得仰仗太子殿下的鼻息生存。 秦昭身以为然, 但是因为肖册太宠着他, 又因为他前世和肖册生过一个孩子, 所以他从来都没把肖册当成过外人。 这一点, 确实是他的不对。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订阅关注。 本节目由TME播客创作中心出评。 欢迎收听古言穿越田宠剧, 和离后我被太子教养了。 作者一千万, 演播文丫头, 汉墨书香, 后期制作土豆。 第五十二集。 秦昭被肖册狠狠地打击了一回之后, 突然间坚定了目标, 那就是要提升自己, 努力把自己嫁出去。 不能出宫, 淑妃那边又虎视眈眈, 随时可能给他一亲, 那他就只有抓紧时间勾搭蚊虫了。 可是他没有姿色, 又没有才情, 还是个下堂妇。 蚊虫这么一个年轻有为的青年才俊, 凭什么娶他为妻, 想想都觉得悲哀。 当初如果不进宫, 是不是就不会这般的进退两难? 但如果不进宫, 或许小命也就早丢了。 其实想想, 做肖册的女人是最简单的选择, 可她就是不甘心, 走前世的老路, 怕自己又一次栽栽萧策的手里。 这天晚上, 秦昌熬到子时还不愿意歇下, 宝月和宝珠见她这般的勤奋, 欣慰的同时, 又怕她瘦弱的身子熬不住, 因此给她熬了补汤过来。 她对美食素来无法拒绝, 三两口地喝完了一大碗补汤, 并且捏了捏自己的脸, 喃喃自语, 我这几天好像又长肉了。 哪有长肉, 姑娘这般辛苦, 吃得还不够消耗的。 这是秦昌昌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被宝玉献学献用。 秦昌打了个哈欠, 明日还要早起呢, 你们两个也去歇着吧, 外面有宝瓶和宝园守着, 不会有坏人来害我的。 她交代完, 侧转身体, 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大早, 秋水便来到了望月居, 这时秦昌还没能起身。 秋水是不愿意来的, 他是在主殿伺候太子殿下的, 突然间被派过来为秦昌梳妆。 秦昌这个下堂妇担得起他的服饰吗? 只不过碍于太子殿下的命令, 他才不得不来到了望月居。 眼下秦昌还没起身, 他却在外面干等, 这让他气不打一处来。 只是他在气愤, 也不能表现在脸上。 秦昌是殿下的客人, 他如今只是个奴婢, 在秦昌的跟前踢人一等, 这儿没有他智慧的余地。 秦昌洗漱完, 看着静立于一旁的秋水紧绷着翘脸, 只差没在脸上写着不高兴三个字。 心道, 这个时候的秋水还是太嫩了一点, 幸亏遇上他这么一个心胸宽广之人, 不然有秋水好受的。 宝玉, 你来帮我挑衣裳, 宝珠帮我晚饭。 秦昌诞生下令, 没有正眼看秋水。 秋水不想自己会被秦昌晾晾在一旁, 他原是想着和秦昌打好关系。 只要秦昌在东宫, 又被太子殿下看中, 将来他就有利用上秦昌的一天。 秦昌此举, 分明是不愿意让他刺奉的意思。 太子殿下若知道此事, 他免不了被苛责。 心里虽然有怨气, 但他不敢再轻慢, 放低了姿态道。 还是让秋水来吧, 太子殿下交代过, 今世的端午庆典会有外国的使臣来访, 这种大场合不能出岔子。 无妨, 我有分寸。 秦昌说着, 只会宝玉挑衣裳。 很快, 他挑了一席文秀金丝银线的暗纹流金衣裙, 庄重不识典雅, 低调却也雍容。 配合国宴这种大场合, 不会太夸张。 化妆他也自由主张, 他这样的滋容, 没必要太过费时间。 他化了淡妆, 随后再让宝珠晚发, 最后插上了一支青玉簪。 等到打点妥当, 也就是不到一刻钟的功夫。 秋水没有想到打脸来得这么快, 他也不得不叹服, 无论是衣着还是装发, 秦昌都挑不出任何的毛病。 就算让他来打点, 也做不到比这更好。 秦昌回头看向秋水问道, 我这一生还行吗? 秋水不甘不愿地应道, 姑娘妆容妥贴, 很不错。 或许是他看清了秦昌, 这个女人并不一般。 方才从秦昌有条不紊的 指挥宝玉和宝珠来看, 像是以前经常做这种事。 但据他了解, 秦昌在娘家时备受冷落, 连树女都不如。 见了赵府后, 更是被所有人轻视, 更别提把主持中会这种大事 交到秦昌的手里。 既如此, 秦昌就不可能 有出席大型聚会的经验。 就这一事儿吧。 秦昌话音刚落, 就听见熟悉的脚步声 由远至近。 很快, 肖策先连而入。 在看到他这一身的装扮时, 他微微汗手。 不错。 他在看向秋水。 有啥? 秋水还没有接话, 宝玉便道出了实情。 是姑娘自己挑的衣裳, 也是姑娘自己化的妆, 配饰也是姑娘自己挑选。 姑娘什么都会, 只是平时懒惰, 不愿意自己动手罢了。 至于秋水, 方才对姑娘的轻视 只差没写在脸上, 姑娘才不需要秋水这 不甘不愿的服饰。 没有秋水, 姑娘自己就能打点妥当。 秋水一时间有点窘迫, 宝玉一句话概括下来, 等于他什么也没做, 而刚才太子殿下还说要赏他。 奴婢惶恐, 实在是秦姑娘什么都会, 轮不上奴婢帮忙, 奴婢也是看呆了, 忘记帮忙。 秋水急忙为自己澄清, 肖策再一次上下打量秦招, 发现这位小姑娘五官好似 长开了些, 变得立体了些。 就连身量也有拔膏, 不知是化妆之骨, 还是她的眸子 原就这般惊灿如火, 尽量地让她 无法移开视线。 秦昭很满意自己的装扮, 她在肖策跟前转了一圈, 笑如明媚, 憨态可居。 哼, 明女这一身应该还过得去, 不会给殿下丢人吧。 肖策把她拉到自己跟前, 捏捏她的脸。 太瘦了, 以后还要再痒痒, 起码要像秋水那样才可以。 秦昭眉眼弯弯, 明女可没有那样的底气, 秋水可是个大美人呢。 她只是觉得好笑, 肖策对她的期望 是不是太高了一点。 肖策只是期望秦昭 能长得像秋水那样风雨, 而不是像秋水那样好看, 但她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先用早膳, 用完早膳便前往台和殿。 她理所当然地牵着秦昭的手, 秦昭脸色变了又变, 在肖策手上挣扎了一回, 却还是摆脱不了她的手掌。 肖策这是干嘛呢, 没见到秋水一副被雷劈的样子嘛。 就在今天以前, 肖策也没有跟她手牵手。 她是当朝的太子爷, 不可能不知道女人的手是不能随便乱牵的。 殿下, 秦昭小声地提醒, 咱们这样不合礼法。 肖策的本意是想握着秦昭的手腕的, 但是不小心牵上她的手后, 又觉得这似乎很正常, 而且她的挣扎让她不喜。 既然她和她之间早已不是一般的男女关系, 何必在意这些小细节呢? 无碍的, 你不同。 肖策说着, 牵着秦昭去到了餐桌旁坐下。 她的这句你不同, 让秦昭哑口无言。 她眼下肯定一件事, 那就是, 她抱大腿抱得太过了, 才让肖策越来越把她当成男人或者兄弟。 或许在她看来, 她眼下牵的只是一只阿猫或者阿狗, 又或者只是她养的一只小崽子罢了。 用早膳食, 她埋头苦吃, 期间肖策不时地给她布菜, 这让她不知所措。 至于一旁秋水的脸色, 她已经不敢看了。 秋水一定会觉得, 她和肖策之间是那种很暧昧的男女关系。 但其实刚好相反, 她和肖策的相处就跟亲人和兄弟或者姐妹一样, 又或者像是朋友。 但他们之间独独不是大家所想的暧昧关系。 不高兴啊。 肖策见秦昭一个字没说, 看出她情绪低落。 秦昭努力地装上笑脸。 嗯, 就是有点小紧张, 民女以前没见过世面, 想到待会儿就会可以看到其他国家的使臣。 民女既兴奋又惶恐。 她这话回得没毛病, 肖策信以为真, 柔声地安抚她的。 我爱的, 到时你坐在姑的审判别出声就行。 有事让姑来应对, 你只管看热闹即可。 她说着, 又想起一件正事。 那个大月使国的二皇子送信来说, 会给公主女眷送来一些斗趣的礼物。 不过我看她不是什么擅长, 姑怕她会在太和殿生事。 你届时要警醒一些, 若要是有什么事发生, 姑会保护你。 秦昭一听这话, 愣住了。 大月使国的二皇子, 那不是塞斯吗? 塞斯后来在大月使的内斗中, 成为了大月使王。 说起来, 他跟塞斯在前世还有过恩怨。 那是在肖策称帝之后, 塞斯作为使臣来访, 突然闯进了内宫, 被他呵斥时, 他还被塞斯调笑过。 后来塞斯成为了大月使王, 还以他为名目, 挑起了两国之战。 但他知道, 塞斯的野心才是驱动他发动战争的原因, 而绝不是因为他。 但是老百姓信以为真, 称他是祸国殃民的妖妃, 把他骂得很惨, 肖策从此对他更加的冷漠。 再后来, 肖策在带兵攻打大月使时, 被人毒害。 名女突然有点不适, 想在望月居休息, 可以吗? 想起前程往事, 秦昭新声佩议, 他一点也不想再和塞斯打照面, 正是因为塞斯, 前世的肖策才会带兵清真, 后来才会被内贼害死。 说起来, 前世若不是他, 肖策也不会那么早死吧。 前程之事虽然已经作骨, 但他突然间觉得, 有些事情, 还是要按照预定的轨迹在进行, 甚至连赛斯都出现了。 如果他跟赛斯打了照面, 会不会又会引起不必要的争端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订阅关注。 本节目由TME播客创作中心出评。 欢迎收听古言穿越田宠剧, 和离后我被太子教养了, 作者一千万, 演播闻丫头, 汉墨书香, 后期制作土豆。 第一五十三集 肖策当然不相信秦昭的话, 他也不浪费唇舌, 见他用完了早晒, 便牵上他的手往外走去。 哎, 殿下, 我是真的不舒服, 您带其他人去吧, 我不能去。 秦昭急了, 一把抱紧了肖策的手臂, 眼巴巴地看着肖策。 求求您了。 要估亲自抱你上布年。 肖策此言一出, 吓得秦昭立刻撒手。 肖策很满意 秦昭变得安静, 他带上秦昭, 去到布年前。 秦昭游坐垂死挣扎, 民女可以不做布年吗? 上回他不在状态, 但现在他很清醒, 知道不可以跟肖策 共成布年, 这样会引人非议。 其实他的意见, 好像也够不成意见。 你觉得依你胶肉的身子, 可以走那么远吗? 或是你要求, 孤抱你上去? 肖策淡然勾纯, 秦昭沉默了, 前世他怎么就没看出来, 肖策居然完全听不到, 别人的意见呢, 这人真是独断专横。 带上了布年, 还没有出东宫, 就有不少的东宫美人 走出来看热闹了。 在看到和肖策并肩 坐在一块的人是晴昭时, 大家的心情格外复杂, 他们所有人, 哪一个不是太子殿下的女人? 无说静东宫的时间长短, 无论他们的身份是不是妾, 最起码他们有这个名分吧。 秦昭凭什么让太子殿下这般看重? 他不过是个继父, 资质又是这般的平庸, 何德何能让太子殿下 这般的宠着娇着? 秦昭感受到 来自四面八方的不善眼光, 他也不是没被人这般记恨过, 可他从来就没试过 这般的心虚。 他自己都觉得不妥, 更何况是其他人呢。 殿下有发现大家的异样眼神吗? 全世界都知道, 民女和殿下共成不念, 不符合皇室的规矩。 秦昭觉得, 自己就像是不伦不类的小丑, 萧策偏一意孤行, 把他推至封间浪口, 还从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姑的话就是规矩, 谁人敢说不是啊? 萧策说着, 握住秦昭的手。 万事有姑在, 你且安心, 没人敢说你。 秦昭的苦水只能往肚子里吞, 回他一朵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不再浪费唇舌, 因为说什么, 他太子爷都觉得自己没错。 这人就是大男子主义, 比罢总还罢总。 待去至太和殿, 秦昭的情绪已经平复如常, 或许该来的挡不住, 他介意也没什么用, 如今就只能见招拆招了。 因为跟萧策这样的大人物在一起, 就算他想低调也不可能。 好在下不念后, 萧策终于放开了他的手。 萧策来得早, 太和殿的人还不算太多, 但是淑妃一早就到了。 当他看到跟在萧策身边的女人竟是秦昭时, 他的表情微变。 但让他意外的是, 秦昭这么平庸的女子 站在这么出色的阿策身边时, 竟然一点也不露怯。 不论是行走时的步伐, 还是淡定的气质, 竟然跟阿策齐齐整整。 好像秦昭本该站在阿策的身边, 他们生来就是一对。 突然间涌起这么奇怪的错觉, 这让淑妃很意外。 他甩开思绪, 更加坚定地要让秦昭尽快嫁人的念头。 只有秦昭嫁人, 离开了东宫, 阿策才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女人毁了清誉。 秦昭本人也感应到淑妃投过来的灰色眼神, 他能猜到淑妃此刻的心思, 大概是恨不能立刻让他嫁人, 远离皇宫, 也远离萧策。 他压下心头纷乱的情绪, 随萧策一起, 去向淑妃请安。 淑妃心里不喜, 却也不会当着萧策的面 表达对秦昭的不满。 他免了萧策的礼, 却也没有正眼看秦昭。 秦昭默默地站在一旁, 没有吱声。 萧策跟淑妃请晚安, 这才带上秦昭去到属于他的位置。 作为储君, 萧策的位置当然是除了当今皇上之外 最打眼的位置, 而秦昭就坐在萧策的身边。 无需紧张。 萧策发现, 秦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沉默, 不如此前活泼, 以为他在紧张安抚他到。 秦昭点头应试, 没有多余的话要说。 萧策见他这样, 把水果推到他的跟前。 赵赵, 你是不是不高兴啊? 秦昭转眸看向萧策, 正对上他清冷的双眼。 他摇摇头, 没有。 他只是想起了前世的很多事情, 又怕待会儿赛斯出现, 会发生什么意外。 但他真没有不高兴, 而是有些惶惑不安。 待会儿你安心坐着便可, 有什么事姑会担着? 萧策见他乖巧的模样, 心软了一脚。 殿下是储君, 又是这样的大场合。 若真有事发生, 殿下无需顾忌民女, 民女不重要。 重要的是, 太子殿下和咱们大齐国的国威。 秦昭轻声回答, 在国家利益面前, 个人荣辱世效, 这点认知他还是有的。 萧策唇角微歪。 你是个懂事的孩子。 秦昭在心里默默吐槽, 这人又来了, 还不是把他当成女儿来看。 此后, 太和殿陆续有人进来。 吴贵妃到的时候, 阵仗很大, 派头十足。 他身着隆重的敌服, 上袖鲜活的敌鸟图案。 原是庄重的服饰, 但穿在吴贵妃的身上, 依然难掩他的风流气韵。 跟在吴贵妃身判的吴希宇, 完全袭成了吴贵妃的抚媚风流。 他身穿一袭浅蓝色的娇领如群, 此群一看便是为他量身定做, 衬得他仙腰不应一握。 群板很长, 他所经之处脱出隐匿的弧度, 就和他这个人一样艳丽, 让人移不开视线。 淑妃也不尽多看了吴希宇两眼。 吴贵妃虽然也很美, 但和年轻的吴希宇一比较, 还是差了不少。 他作为女子都不尽多看一眼, 就不知阿策。 淑妃看向了肖策, 确定阿策正面向秦昭说着什么? 秦昭正闽纯点头, 似乎两人都没有注意到, 吴贵妃带着他年轻貌美的侄女来了。 这让他稍微地松了一口气, 这个时候, 秦昭却也有一点作用。 而风情万种的吴贵妃和吴希宇, 在看到肖策和秦昭焦头低语的一幕时, 心情就没有那么好了。 吴贵妃的打算是在吴希宇进东宫之前, 趁今天这样的大场合, 和肖策培养培养感情。 他甚至想好了, 肖策身边如若要做一个女子, 那个女子非喜仅莫属。 他怎么也没想到, 才来到太和殿, 就看到这样的一幕。 如若太子身边做了情招, 那西角这个将来的良地又该坐在何处呢? 吴希宇在看到秦昭的一瞬间, 也懵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 今天这样的大场合, 肖策会把秦昭带在身边。 贵妃姑母分明跟他交代好, 让他出席的时候坐在肖策身边的位置。 他的位置又被秦昭给坐了, 那他该怎么办呢? 贵妃姑母? 吴希宇下意识地看向吴贵妃求救, 吴贵妃的红唇勾出冷艳的弧度。 本宫说过, 你要的东西, 该自己去争, 去抢, 而不是别人帮你。 他即便能帮, 也帮不了一辈子, 这个道理, 西锦儿应该明白。 吴希宇轻咬下唇, 他轻硬道, 我知道了, 但还是要劳烦贵妃姑母说一声, 我好坐在太子殿下身边的位置。 最好是贵妃姑母下令, 命秦昭这个贱民离开那个位置。 吴贵妃很满意吴希宇的悟性, 他扬唇道, 秦昭, 你过来, 本宫有话要跟你说。 秦昭乍听到吴贵妃的声音, 才发现吴贵妃和吴希宇来了。 吴希宇是女主角, 所以她得为吴希宇 嚷出肖策身边的位置, 大致是这样。 在这样的大众场合, 她也不能拒绝, 而且吴贵妃也不至于 在大庭广众之下要她的命。 秦昭正欲起身, 肖策突然开了遵口。 固有要事要跟秦昭商量, 贵妃有什么事直说即可。 一时间, 所有人的视线 都定格在了秦昭的身上。 秦昭做不事, 战不事, 一时间有点被动。 肖策看到她僵硬的姿态, 拉她坐好。 你且坐下别动, 故要交代的事情还没说完。 秦昭这下也不可能起身了, 只好朝着吴贵妃歉意地笑了笑。 吴贵妃到底是经历过风浪之人, 她除了一开始表情有点僵硬之外, 很快就恢复了常态。 罢了, 西姐儿, 你过去跟秦昭说几句。 吴贵妃说着, 还亲自把吴昔雨 领到了肖策的身边, 让吴昔雨 坐在肖策身边的另一个空位。 西姐儿, 你很快就要进东宫, 秦昭住在东宫有些日子, 你有什么事, 大可以向秦昭讨教, 记得要服侍好太子。 吴贵妃最后一句交代, 显得意味深长。 本节目由TME播客创作中心出评。 欢迎收听古言穿越甜宠剧, 和离后我被太子交养了。 作者一千万, 演播闻丫头, 汉莫书香, 后期制作土豆。 第五十四集 吴昔与含羞待怯的点头应试。 是, 贵妃姑母。 最起码, 她已经坐在肖策的身边。 等会儿人多了, 她和秦昭将会形成鲜明的对比, 她将成为全场最瞩目的焦点。 就秦昭这样的身份, 这样的姿色, 连替她提鞋都不配。 她才是真正的女主角, 秦昭算什么东西, 敢跟她抢肖策。 秦昭看向吴昔雨的时候, 正对上吴昔雨轻蔑的眼神。 她默默地收回视线, 吃了一颗葡萄, 算是压压惊。 你不剥皮就吃了? 肖策看到秦昭粗糙的吃法, 有点不敢苟同。 秦昭觉得, 这没毛病啊, 葡萄皮也有营养的好吧。 这样吃省事。 出于礼貌问题, 秦昭还是回了一句大实话。 肖策早知他就是懒, 对于他的答案并不意外。 他拿起一串葡萄, 剥了皮, 再送到秦昭的跟桥。 秦昭看着肖策修长的手指, 以及手上颤巍巍, 水嫩嫩的葡萄肉, 牙突然间有点酸痛。 他不敢接, 而且, 周遭突然所有人的视线都看了过来, 这让他压力山大。 肖策见他不接, 冷下了眉眼。 他怕肖策再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忙接了过来, 卑微地道, 嗯, 太子殿下是想给吴姑娘吃, 又不好意思对吧? 那名女帮忙转一下。 他正要越过肖策, 把葡萄地给无锡语, 肖策突然阴策策地道。 你吃。 秦昭在肖策的眼神警告下, 硬生生地把手缩回到肖策的根下, 愣是更卑微了些。 嗯, 太子殿下功高劳苦, 您先吃。 好吧, 他以后再也不敢吃葡萄这玩意儿了。 看到秦昭求饶的小眼神, 肖策终还是接过葡萄, 动作极为优雅地放进自己嘴里。 秦昭松了一口气, 他此后正经端坐, 不敢再有任何毛躁的表现。 如果可以, 他希望肖策以及在场其他的贵人, 都忽视掉他这个小人物。 秦昭的想法很卑微, 但是也很难实现。 吴熙宇看到肖策为秦昭剥葡萄的那一幕, 手中的帕子差点被他绞成了碎片, 但面上他依然是笑盈盈的, 如木春风。 无碍, 不过是丑人多作怪, 太子殿下是着了秦昭的道, 才会做出这般失智之事。 就秦昭这样的命薄相, 就算有太子再多的恩宠, 他也承受不来。 今日是五月初五, 再过一个月, 秦昭的小命就会交代了。 到了那时, 秦昭一个死人, 怎么跟他争, 跟他抢, 再挡他的路呢? 想到以后的剧情, 是他这个女主角的所有戏份, 没秦昭什么事, 胡锡宇的心瞬间定了下来。 他悄悄窥向身盼的男子, 在看到他俊美的侧眼时, 他心跳加速。 从前他只以为, 自己喜欢玉表哥, 傻得以为玉表哥就是自己的全部。 而今跳出那固有的印象, 他才发现, 肖策居然这么俊美。 他的视线不自觉地, 移到肖策修穿的手指上, 他的手指关节匀称, 看起来却很有力量, 若被他的这双手抱一抱, 吴夕宇不敢再声响, 他脸飞红云, 眉眼皆是风情。 秦昭就是在这一瞬, 看到吴夕宇这眼角寒情的一面, 就连他作为女人也不得不叹服, 吴夕宇长得太好。 这样艳丽的容貌, 很容易勾起男人的战友欲和征服欲。 这样的花容月貌, 吴夕宇不是女主, 谁还能成为女主呢? 吴与伦比的角色容貌, 傲人的家世, 全部的主角光环聚他于一身, 真真是让人羡慕。 刚开始萧策以为, 秦昭在偷看自己, 后来他觉得, 有点不对劲。 乍一看, 才发现秦昭一直在盯着吴夕宇看, 嘴里还念念有词。 秦昭? 肖策觉得, 秦昭看吴夕宇的眼神有点诡异。 秦昭回过神, 他立刻做端正, 不再去左顾右派。 他严肃起来的样子, 让肖策侧目, 又是那天晚上给他的感觉。 秦昭端坐的样子, 是上位者才有的姿态。 是了, 皇祖母端坐的姿态, 便是像秦昭这般。 这种奇怪的想法, 闪过萧策的脑海, 他自己都觉得可笑。 此后太和殿, 渐渐热闹起来, 等到所有人入座, 气氛渐渐地紧张起来, 秦昭就知道, 赛斯即将现身。 作为大岳氏的二皇子, 赛斯后战是天下人静皆知的事。 赛斯今日以大岳氏使臣的身份, 来大齐朝贺, 只怕没那么简单吧。 他下意识地看向肖策, 突然希望肖策别跟赛斯打照面。 但是肖策是皇太子, 将来大齐的皇帝。 如若赛斯发难, 肖策怎么可能不应战呢? 就在秦昭胡思乱想的当会儿, 身着异域服装, 头戴大帽的男子大踏步而入。 他眉目飞扬, 剑步如飞。 从他走路的气势便能够看出, 此男身居高位, 而且心气极高。 他见眉心目, 鼻梁挺直, 骨官深刻, 容貌属于拔尖的那种。 秦昭觉得, 如果放在现代, 赛斯就是那种最好看的混血儿。 可也就是这个, 看着俊美的不可思议的, 大约是二皇子。 最后让肖策带兵出征, 肖策还枉死在了内贼的手里。 在看到赛斯的一瞬间, 秦昭的血液就像是凝结了一般, 表情和坐姿都很僵硬。 肖策发现秦昭的异样, 转眸间便对上他苍白如雪的小脸。 就在来太和殿之前, 他的脸色还很红润, 似乎是在赛斯出现之后, 他就有了异样。 肖策寻着秦昭的视线看去, 发现他看的人正是大约是二皇子。 巧的是, 这时的赛斯也看了过来, 正对上肖策探究的眼神, 以及肖策身边那位娇小瘦弱的孩子。 这应该是个孩子吧? 当他看下那个孩子时, 孩子却仓促地低下头, 这一幕让赛斯觉得有意思极了。 他在来大旗之前, 就见过肖策的画像, 一眼便认出这就是大旗国的皇太子肖策。 能坐在肖策身边的位置, 这个孩子的身份一定极为特别。 难不成是肖策的孩子? 这不可能, 肖策膝下五子寺, 他旁边的丫头瘦小, 但也不会太小吧。 心思白转间, 赛斯上前向大旗的皇帝请安。 带请晚安, 他扬声道, 本皇子是第一次来大旗, 特意带来一件特殊的礼物。 说几次, 他看向周围行色各异的女眷。 不过, 这件礼物是送给宫中闺女的歼面礼, 不知哪位娘娘或公主, 想要看一看这份特殊的礼物。 吴贵妃也听说过赛斯的大名, 对他送的贺礼, 他竟些不公, 所以不可能站起来说话。 淑妃身为皇太子的生母, 也怕在这种大场合出岔子, 因此并没有搭话。 吴贵妃和淑妃都沉默, 其他的妃嫔和公主就更不可能 冒冒然地站出来了。 赛斯似乎早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他善笑。 哈哈, 哎呀, 堂堂大七国的贵女, 竟然没有一个人 赶出来授这个礼物。 他语气轻慢, 扫尸太和殿的眼神 更是带着轻面。 皇帝看出来了, 希望有人能够站出来解围, 但是很可惜, 仍然没有一人愿意站出来。 晴昭看到这一幕, 心都凉了。 国家大义面前, 个人荣辱世小, 可是为何没有一人愿意出面呢? 哪怕是有一位公主站出来, 也能为大旗扳回一点颜面。 他的双拳握紧又松开, 松开再握紧, 想站出来应下这份挑战, 又知道自己的身份不适合。 而且他远旧打定了主意, 这一世不能跟赛斯有任何交集。 他怕赛斯的出现, 会成为害死萧策的祸端, 从没试过哪一刻, 晴昭这般的为难。 就在他矛盾挣扎的当会, 赛斯突然指向他所在的位置。 小姑娘, 你愿意接受本皇子的这份礼物吗? 一时间, 所有人的视线都定格在秦昭的身上, 就连皇帝也看了过来。 也是在这一刻, 皇帝才发现, 萧策身边不止坐着无锡语, 还有另一个丫头。 他身边的太监总管姓赵, 低声地为皇帝解惑。 那位就是攒住在东宫的秦姑娘。 此前他跟皇上提过此事, 皇上没放在心上。 在皇上看来, 东宫有越多的女人越好, 这样才能尽快地为皇室开枝散业。 原来是他。 皇帝也有些惊讶。 他听说过秦昭, 知道是位下唐妇, 但没想到这般的瘦小。 但是看起坐姿, 却也不俗。 如今就看秦昭怎么应对, 千万莫丢了大旗的颜面才好。 本节目由TME播客创作中心出评。 欢迎收听古言穿越甜宠剧, 何离后我被太子教养了。 作者一千万, 演播文丫头, 汉莫书香, 后期制作土豆。 第五十五集。 秦昭没想到, 自己会被塞斯点名。 他本来还在犹豫, 此刻已别无选择。 他起身硬道。 美女由此荣幸, 接受二殿下的馈赠, 确之不公。 他落落大方, 谈吐得体, 在这样的大场合之下, 丝毫不露戒, 让所有人侧目。 就连舒肥也松了一口气。 原因无他, 秦昭攒住东宫, 今次又坐在阿策的身边。 若秦昭露戒, 丢的不只是大旗的脸, 更会让阿策这个太子 颜面尽失。 接下来, 就看塞斯送的什么样的礼物, 只怕不会是什么好东西。 只盼着秦昭待会儿遭遇变故时, 莫要惊慌失措。 不只是舒飞有这样的担心, 皇帝也有着同样的担忧。 塞斯此人不是善茬, 所赠的礼物据说是什么小动物, 但他以为不会太简单。 萧策坐在秦昭的身边, 见秦昭被点名, 虽然担心, 但他还是坐得稳当。 依他对这丫头的了解, 一般的小动物, 他应该不会害怕。 就怕塞斯出其不意, 带来的动物颇有攻击性, 如此就不好了。 你莫怕。 他低语道。 秦昭纹身看向他, 目光坚定, 以眼神告诉他, 他一点也不害怕。 赛斯见秦昭映下了, 倒也宽慰, 看来这个小姑娘确实有点气魄, 只是他自称名女, 难道不是东宫的女眷? 随后, 赛斯提着一只盖着红不愁的铁笼, 走向了肖侧。 带离得近了, 他看到秦昭那双清亮的双眼。 他身上的沉稳气质, 似乎跟他的年纪不太相符。 就这样的矮个子, 应该是喂鸡鸡吧。 大家的注意力都在赛斯的这只铁笼上, 他们好奇这里面到底装了什么, 让赛斯故弄玄虚。 就在大家好奇的当会, 铁笼里突然有异动, 跟着就有一只动物从铁笼飞了出来, 堪堪地冲着秦昭而去。 秦昭只觉眼前一花, 他的跟前就多了一只头部短而圆, 大眼睛, 眼圈呈赤粒色, 瞳孔也特别大的小动物。 离小动物最近的秦昭没有受到惊吓, 反倒是围观的妃嫔们和几位公主惊呼出声。 秦昭在看清小动物的全貌之后, 看向赛斯问道, 阿尔殿下送给民女的便是这只小可爱吗? 赛斯深眸微眯, 想从秦昭的脸上寻找到害怕的踪迹, 可惜枉然。 不是都说大齐的女子胆小如鼠, 尤其是宫中的贵女更是如此, 怎么这位小姑娘看到这东西, 居然这般的冷静呢? 你可知这是何屋? 赛斯淡然气唇, 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飞狐, 民女兜胆, 也想问二殿下一句, 可知飞狐另有别名? 秦昭上前, 抱起了飞狐, 赛斯看到这一幕, 才确定秦昭确实不怕这东西。 他只知这是飞狐, 见识短浅的大齐女子, 不可能知道她是什么物种, 偏偏遇到眼前这个奇葩, 竟然敢反过来问她? 二殿下是答不上来, 还是不愿意回答民女的问题? 秦昭见赛斯沉默不语, 大概就知道赛斯并不知道飞狐还有另外的别名。 赛斯想用飞狐来打大齐的脸, 自己却还没有弄清楚飞狐的全部底细, 那才是真正的笑话。 本皇子不需要知道他的别名。 赛斯巨傲地回答。 一名女看, 二殿下是不知道他另有别名吧? 秦昭素来是得礼不饶人的, 面对肖册是如此, 面对赛斯又怎可能例外。 赛斯上下审视秦昭片刻, 猜到, 本皇子不需要知道。 这就是二殿下的不对了, 既然是送礼, 自然是要有诚意, 这只能说明, 二殿下送这份礼并无诚心。 不过, 我大齐乃泱泱大国, 我一介小女子自然也有容人之量, 就不怕好心地告诉二殿下, 飞狐另有别名, 韩浩鸟。 那二殿下可知, 韩浩鸟是飞鸟吗? 秦昭不着痕迹地, 给赛斯下了一个套。 赛斯用这种不住流的法子, 欲羞辱大齐的女眷, 羞辱大齐, 他今儿个就代表大齐的女性同胞, 回他一件小礼。 本殿下当然知道。 赛斯口快硬道, 但在看到秦昭诡异的笑容时, 他顿觉不妙。 可不其然, 秦昭接下来的一句话, 让他悔不当初。 不好意思, 赛斯方才名女口误, 韩浩鸟的名字虽然挂了一个鸟字, 但它并不是飞鸟, 它是巨齿动物的一种, 和鸟并非同一个家族。 秦昭说完, 不再看赛斯清白交错的脸, 抱着飞狐做回了原位。 赛斯好一会儿才恢复了常态, 他握紧了双拳, 手指关节在泛白, 他忍住没有发飙。 他居然丢人丢到了大旗, 本一时想要羞辱大旗, 怎知道头来, 自己会被一个黄毛丫头戏弄得团团转。 最后, 还是皇帝给了赛斯台阶下, 赛斯才冷着脸坐下。 他原本还准备了力大无穷的武士, 想要震慑大旗, 却因为秦昭这一茬, 打乱了他的节奏。 接下来, 是天主使臣奉上端午礼物。 本来天主也想搞事情, 在看到赛斯在一个黄毛丫头的身上吃鳖时, 便及时地打住了这个念头。 赛斯则不时地看一眼, 坐在不远处的秦昭。 但见他端坐于萧策的身畔, 沉浸地仿若一谈千年的含糊。 若非方才见识了秦昭的伶牙历史, 他又怎么会知道, 萧策身边的所谓小姑娘, 居然是个能说会道的。 而秦昭, 也绝非什么小姑娘。 小姑娘不可能有秦昭这样的见识, 更不可能有秦昭这样的胆识。 在大岳寺的皇宫, 都没人敢跟他这般对视, 秦昭却丝毫不惧, 敢证实他。 不止接下他的招, 还借他所赠之礼, 奚落他没见识, 可恨至极。 吴夕宇也想出出风头, 偏偏在赛斯提出要送礼之计, 他没敢站出来, 才叫秦昭夺走了本该属于他的荣光。 他正在懊恼, 却瞟见对面的大岳寺二皇子正盯着秦昭看, 顿时记上心头。 贵妃姑母说得极是, 他进东宫之后, 最重要的敌人非秦昭莫属。 虽然不知道了六月份, 秦昭会以何种方式死亡, 但他可以从现在就推波助澜。 方才, 秦昭当众让大岳寺二皇子难堪, 二皇子既狠在心, 因此对秦昭动杀鸡, 那也在情理之中。 借二皇子之手除去秦昭, 岂不是天衣无缝? 只是要借刀杀人, 难度很大, 一个弄不好, 还会被反噬。 接下来的宴会倒是进行得很顺利, 说是歌舞身贫, 一点也不为过。 在宴会结束时, 皇帝龙颜大悦, 还特意叫秦昭出列, 给他赏赐。 秦昭皆赏时很平静, 宠辱不惊, 不卑不亢的样子, 这也让皇帝对他颇为赞许。 他一直都觉得, 太子看人的眼光好, 今儿可证明, 即便是个下唐妇, 也有他的本事。 亲赐秦昭为大吉搬回颜面, 功劳不可一搬。 蚊虫是和罗燕坐在一块的, 他们目睹了秦昭戏弄 大约是二皇子的一幕, 只觉大快人心。 看不出来啊, 秦姑娘所知甚广, 今日这一役也是立了大功啊。 罗燕不禁感慨, 蚊虫难以忘记此前, 秦昭蛇遍赛斯时, 散发出的自信光芒。 所以说, 自信的女子才是最美的。 整个太和殿, 那么多的贵女和美人, 却没有一个, 像秦昭这般吸引人的目光。 是啊, 秦姑娘是个有意思的姑娘。 蚊虫也不禁感叹, 他看向秦昭所在的位置, 太子殿下似乎在跟秦昭说什么。 秦昭只是端坐于太子殿下的身判, 端庄优雅, 气场竟然不输于殿下。 罗燕见蚊虫心不在焉, 循着她的视线看去。 难怪殿下对秦姑娘不同啊, 殿下素来眼光独到, 从不例外啊。 哪怕是挑女人的眼光, 也很独到。 蚊虫深以为然, 视线不自觉地, 飘向秦昭所在的位置。 作为女主角, 吴夕雨看到这一幕, 心情十分复杂。 在这样的大场合, 本该是她出头, 也该是她让所有人惊艳, 怎么偏就被秦昭 夺走了自己的锋芒呢? 不该是这样的, 明明她才是女主角, 为何她没能让大家记住自己呢? 分明她的容貌这般出色, 可是不止连肖册没多看自己一眼, 就连大院士的二皇子 都没有正视自己。 这不符合剧情的逻辑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订阅关注。 本节目由TME播客创作中心出评。 欢迎收听古言穿越田宠剧, 和离后我被太子教养了。 作者一千万, 演播闻丫头, 汉莫书香, 后期制作土豆。 第五十六集。 直到秦昭跟着肖册走出了太和殿, 他还在想到底是哪里出了岔子, 会不会是因为秦昭这个不该出现的炮灰角色, 才让他变成了透明人。 胡贵妃过来的时候, 就看到吴希雨神色黯然的样子。 他也是恨铁不成钢, 不明白之前那样的场合, 西姐为何不站出来, 让所有人的目光聚集在他的身上。 如此, 也就没秦昭什么事了, 封赏的好事也轮不到秦昭。 七儿个反而让秦昭在皇上的跟前露了脸, 让皇上记住了秦昭, 甚至所有人都觉得, 秦昭面对大岳氏的二皇子时, 口齿凌厉, 还为大吉争光, 这给秦昭加了不少分。 西姐, 你还是尽快进东宫吧, 此事本宫来安排, 你再不进东宫, 本宫就怕, 秦昭会越来越得太子的心, 切实, 东宫再没你的位置。 回到进阳宫后, 吴贵妃就下定了决心。 他安在东宫的眼线来报, 迄今为止, 秦昭还未来癸水, 而且也没有秦昭的事情记录。 只要秦昭还没能真正爬上太子的她, 成为太子的女人, 西姐就不许害怕那个小贱人。 是, 一切听从贵妃姑母的吩咐。 吴昔宇也快速下定了决心。 你要记得, 你才是真正的贵女, 纵使秦氏的一张嘴能说会道, 但她的身份尚不得台面, 她那样的, 连卑贱的宫人都比不上。 只要你用心, 能得到太子的专宠, 强来这个后宫便是你的天下, 你千万不能在秦氏的跟前露窃。 吴贵妃语重心长地道, 她是过来人, 这些年看着风光无限, 却也曾受过苦, 只说她这辈子无法生养这件事, 便是她的痛。 她希望西姐可以振作起来, 将来成为一国之母, 西姐绝对有这样的资质。 我知道了, 进东宫后, 我会小心行事, 也会尽快试请, 为皇室开支散叶。 这一点, 吴细宇有绝对的信心, 因为在书里面, 是她不愿意试请, 她才没能跟萧策原房, 如今她想通了, 愿意成为萧策的女人, 以她的花容月貌, 萧策没有理由不缠上她的身子, 跟她共赴冤梦。 吴贵妃见吴细宇, 信心十足的样子, 非常满意。 切实在东宫, 你若遇到事情, 大可以跟本宫说, 本宫会在背后助你, 你最大的敌人, 便是那情势, 面对他, 你不可以掉以轻心。 接下来这两日, 本宫便会安排你进东宫侍奉。 吴贵妃又道, 吴细宇轻轻汗手, 而后她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 但终究没多少底气。 我能风风光光, 坐着花轿进东宫吗? 哪怕她不是太子妃, 她也希望自己, 能以正气的排场进入东宫, 就当是还她一个月。 在书中, 她是以十里红装, 全京都老百姓的围观之下, 驾进东宫的, 那样的风光无限, 而这回, 她却只是以良娣的身份, 抬进东宫, 这样的落差, 让她难以接受。 这不符合祖宗的规制, 你若有不甘, 大可以将来成为皇后, 受天下人的景仰。 你要知道, 天下间没有那么容易的事, 那个女人都想要的尊贵位置, 必须得你自己去争去抢。 吴贵妃正色道, 西京, 你有这样的机会, 一定要好好把握。 此后, 她又交代了几句, 吴昔雨只好咽下心头的苦水, 是啊, 一时的荣辱算得了什么呢? 将来她依然有机会成为皇后, 那是连贵妃姑母都渴望了一辈子的尊荣, 她才不会像书中那样做傻事, 最后跟了诏遇。 晴昭再有心计, 她一样有机会出去晴昭。 晴昭不知自己成为吴昔雨首个要铲除的情敌, 她接了赏赐后, 情绪并不高。 她只是想起一件事, 前世虽然她不愿意承认, 但或许就是她的缘故, 才害死了肖策。 方才在太和殿, 她虽然出了风头, 还得了赏赐, 却一点也不开心。 她是和肖策一同做不撵回到东宫的, 经此一意, 塞斯一定记住了她, 会打听她的身份。 肖策对她这么特别, 这就是祸端。 你得了父皇的赞赏, 不开心吗? 肖策发现秦昭的情绪不高亢, 问道。 秦昭两眼无神, 低声音道。 开心。 她不开心的是怕连累了肖策。 看着孤回话。 肖策声音微严, 秦昭一眼看向她, 渐渐变得平静。 在她看来, 肖策是一个强大的人, 她前世最失败的事, 是错信了身边之人。 这一事, 她知道前世的剧情, 她或许可以事先提醒她, 让她心生警惕, 避免前世的祸端。 民女希望殿下, 可以长命百岁, 儿女成群。 秦昭寂静无声的抵男, 肖策是她历经几世, 经历过的最美好的人。 这样的人, 应该得到最好的。 她也是很优秀的君王, 这样的人, 不该是个短命贵。 肖策看到秦昭眼里隐含的泪光, 一时间惊住了。 赵昭, 你怎么了? 秦昭这才发现自己失态, 她反应极快, 迅速地收敛了眼中的泪液, 绽放出一朵灿烂的笑容。 就是想试试, 自己的演技是不是有了提高, 刚才殿下不就被民女唬住了吗? 你还真是? 肖策心情极为复杂, 方才她是真的以为她哭了, 原来只是她在做戏。 这可不是学坏, 女女觉得, 演技好是好事, 或许在关键的时刻, 还能派得上用场呢。 秦昭一扫之前的颓废, 笑眼如花的模样, 肖策却有些恼了, 她冷下眉眼。 闭嘴。 秦昭见望月俱到了, 慢下脚步。 那民女回去了, 今天要谢谢太子殿下的关照。 倾此一意, 淑妃那边, 想是也要加快把她给嫁出去吧。 请阳公的吴贵妃, 也会尽快地把吴夕宇送进东宫。 说起来, 吴夕宇恨她是应该的, 毕竟是她一而在, 再而三地挡了她的太子妃之路。 可她不是为了苟命吗? 炮灰虽然是可有可无的存在, 也是有生存的权利的。 她有气无力地回到寝室, 宝玉却兴致勃勃地 跟在她的身后锅躁。 姑娘今日, 成为了整个皇宫的焦点, 连皇上都承载, 姑娘惠之兰心, 王后, 看谁还敢瞧不起姑娘。 宝珠看出了秦昭的情绪不高, 上前扯了扯宝玉的衣袖, 示意她别再多说。 姑娘定是累了, 要不歇一会儿吧。 宝珠柔声道, 秦昭沉浸在自己的思绪当中, 她坐在床檐, 脑子里一片混乱。 当初如果知道, 在萧园的太子就是萧策, 那她会不会选择避开呢? 姑娘若有什么心事想不开的, 不若先放一放, 或许某一天就能豁然开朗了。 宝珠轻声诱道, 秦昭深知宝珠的话在里, 能轻易避开的就不叫祸端。 剧秦军是很强大的存在, 她能抵抗到现在, 已属不易。 她还没死之前, 终归还是有希望的。 今天这一出, 所有人只看到她有面上的风光, 却不知杀鸡也将随之而来。 她只要在宫中一日, 前路就不好走。 或许她六月会死, 正因为金氏在太和殿杠上赛斯, 因果从来都是不相离的。 本节目由TME播客创作中心出评。 欢迎收听古言穿越田宠剧, 和离后我被太子教养了。 作者一千万, 演播文丫头, 汉墨书香, 后期制作土豆。 第一物是七集。 关于秦昭在太和殿胆大包天的作为, 在东宫传开了。 大家都嫉妒秦昭能得皇上的赞许, 更嫉妒秦昭能陪着太子殿下参与这样的盛大场合。 当然也嫉妒秦昭在这样的场合得到皇上的赏赐。 李承辉一听这时候, 立刻找上王良元, 在王良元的跟隙说了不少秦昭的坏话。 王良元前不久才有幸在主殿服侍, 正是得宠的当会儿, 让王良元除去秦昭, 这是上上之策。 因为这样, 一次性可以除去两个强大的情敌。 王良元安静地坐着, 神色平和, 温温如水的样子, 似乎并没有因为他的这番说辞而有任何的情绪起伏。 李承辉最受不了的就是王良元这虚伪的性子。 明明王良元心悦太子殿下, 却还要装作什么都不在乎的表情, 恶心透了。 姐姐倒是个坐得住的, 我是听说, 宫中所有人都说, 秦姑娘是个厉害的, 今次是故意在这样的大场合出风头。 这是秦姑娘, 要成为太子殿下的女人而做伏笔。 相信过不了多久, 太子殿下就会正式收了秦姑娘吧。 李承辉说着, 做欺然状。 以秦姑娘的手段, 倒是独得殿下的专宠, 也不是不可能。 秦姑娘确实有独到之处, 光这份胆识, 就是我们姐妹比不上的。 王良元轻声回答, 他知道李承辉所为何来, 虽然他也嫉妒, 但他深知一件事, 太子殿下对秦昭不同是事实, 若他想在东宫长久地走下去, 就不能去碰殿下的丽宁。 与其和秦昭硬碰硬, 他以为, 倒不如承戒秦昭的东风, 接近太子殿下, 这才是上上之策。 王良元轻聚谋中的锋芒, 轻声细气地安抚李承辉。 天下至今膝下无子, 秦姑娘若能侍寝, 为皇室开枝散叶, 皇上会开心, 太子殿下定也会开心, 咱们这些做姐妹的, 当然也要同贺。 李承辉看到王良元这虚伪的菩萨样子就来会儿, 红唇勾出了鸡翘的弧度。 哼, 妹妹可没有姐姐这样的好气凉, 姐姐若不趁早, 除去秦姑娘这个最强劲的敌人, 将来总有一日, 会被秦姑娘吞噬。 说完, 她也不想再和王良元打太极, 起声告辞。 李承辉走远后, 紫渊琴哼一声, 哼, 黄鼠狼给鸡拜年, 不安好心。 但她说的也没错, 秦姑娘的存在, 确实是我们姐妹所有人的威胁。 只要有秦姑娘在一日, 太子殿下便会宠着她一日, 这还是在秦姑娘没有发育的情况下。 王良元柳梅青醋, 她仔细看过秦昭的五官, 说起来, 秦昭的五官每一个拆开来看都长得极好, 只是肤色差, 太过瘦小, 以至于让人觉得秦昭普通。 秦昭的生母便是文明江南的大美人, 当年秦昭的父亲也曾是赫赫有名的美少年, 这样的父母生出来的孩子, 在容貌上会差到哪里去呢? 紫渊是亲自调查秦昭身子为何这般弱的人, 当然知道秦昭特别瘦小的原因。 那就让秦姑娘的身子永远都发育不了, 这样她就永远没有事情的机会。 紫渊目露狠立之色, 王良元看向紫渊, 正对上她阴暗的双眼。 两主仆对视片刻, 王良元悠悠然起唇。 这种脏事就由着他人去做, 我无需出手。 她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借秦昭的东风, 得到太子殿下的亲眼, 总有一日她能事情成功。 至于让秦昭不能发育这件事, 却也是个妙招, 大可以找其他坐不住的人去对秦昭动手。 只有蠢货才会亲自脏了自己的手。 依良元所见, 谁出手更稳妥? 奴婢以为此事要尽快地进行, 近些日子秦姑娘的身子好了不少。 再者, 有冯泰一位秦姑娘看着, 秦姑娘的身子 很快就会调理好吧。 紫渊特意压低了声音。 那一位不是要来东宫吗? 秦姑娘今儿个在太和殿亮相, 贵妃娘娘怎么可能还坐得住? 王良元唇角微弯, 他已经预想得到, 这两日吴熙宇便会进东宫, 迫不及待地想对太子殿下献身, 或者是迫不及待地除去秦昭。 有吴熙宇在, 他只需看热闹, 吴熙宇绝对是那位最想除去秦昭的人。 据他所知, 东宫就有吴贵妃安插的眼线。 你过来。 王良元对紫渊复耳几句, 紫渊边听边点头, 觉得还是自家主子考虑周祥。 对付秦昭, 无需自己动手, 因为这东宫容不下秦昭的美人, 太多太多了。 方才李承辉便是其中之一。 当然, 也有其他的美人容不下秦昭。 望月居里, 秦昭呆坐了一下午, 终于接受自己成为大靶子的事实。 事已至此, 也不能坐以待毙吧。 另外, 还有一件事很重要, 那就是要阻止赛斯登上大月室的王位。 赛斯在大月室的内斗中成为大月室王。 赛斯王位的竞争对手, 正是大月室的太子。 若大月室的太子能够赢下内战, 或许就不会掀起两国战争, 也就不存在肖策御驾清真一事, 后来肖策也就不会死。 肖策对他这么好, 他也想做点什么回馈给肖策。 只是, 大月室离大吉这么远, 他一个弱女子, 要怎么干涉大月室的内阵呢? 这无异于吃人说梦吧。 其实以肖策的能力, 一定能够办成此事。 只是, 他要怎么说服肖策干涉他国的内政呢? 而且他又是大吉的太子, 一个弄不好, 反而会让人以为肖策跟大月室有勾结。 晚膳时分, 秦昭吃了两碗饭, 喝了两大碗的补汤, 宝玉和宝珠看在眼里, 很是欣慰。 姑娘或许是有一堆的缺点, 但胜在好痒, 这样下去, 迟早能把姑娘养得白白胖胖。 等到吃完饭, 消完时, 秦昭把宝玉和宝珠叫到跟前, 仔细地交代。 近日你们在吃食上, 要小心着些, 我近日在太和殿锋芒太盛, 绝非好事。 再加上和太子殿下共成不拧, 必定会招来东宫珠美的记恨。 他们要除去我, 在吃食上做文章是可能的。 另外, 出入望月居的人员, 也得小心留意。 是。 宝珠和宝玉速容回话。 若无意外, 吴夕月也将进东宫。 到了那时, 我不去找麻烦, 麻烦也会找上门。 虽然我有太子殿下护着, 但殿下是大盲人, 我不能总拿这种女人家的勾心斗角之事 去烦她。 我们要做的事, 就是尽量保护好自己, 别给殿下添麻烦, 也别让殿下分心, 知道吗? 秦昭与众交代, 后宫之中的陷阱太多太多了, 如果御师就去找萧策, 萧策哪忙得过来? 他是东宫的住客, 而萧策是一宫之主, 他是做大事的人, 女人间的争斗不该拉他下水。 他要有这样的自知之明, 宝玉和宝珠也必须紧急这一点。 宝玉和宝珠对视一眼, 异口同声地道, 奴婢知道了, 姑娘从来没有这么严肃地交代过他们做事, 这是第一次, 这说明姑娘有多看重此事。 秦昭见两个丫头听进去了, 当下也放了心, 既然咱们暂时得住在东宫, 就必须明白这里的生存法则, 原则上咱们不去招惹其他人, 但是若有人欺到咱们头上, 咱们也不能坐以待毙, 你们要记得一件事, 什么事都没有自己的小命重要, 争一口气, 不如争自己的一条命。 秦昭语重心肠地诱导, 他在后宫静营多年, 知道这儿远比大家想象的还要黑暗, 既然目前还走不了, 就得想办法保护好自己。 宝玉和宝珠齐齐点头应试, 秦昭轻叹一声, 唉, 接下来就会是舒妃娘娘来找我说亲了吧? 可惜, 他只见过蚊虫一次, 还没有来得及跟蚊虫培养培养感情, 不然, 跟蚊虫出宫, 或者是找蚊虫帮一个忙, 和他演艺出戏, 也能逃过此劫。 舒妃是萧策的生母, 他要抗拒舒妃的说清有些难度。 姑娘可有对策。 宝珠忧心忡忡地问道, 我的对策就是见机行事, 也不一定非要嫁人, 只要对方能配合我演艺出戏, 等我出了宫, 这件事便能成了, 但我还没时间和文大人联络感情, 所以, 这是有些棘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订阅关注。 本节目由TME播客创作中心出评。 欢迎收听古言穿越田宠剧, 和离后我被太子教养了, 作者一千万, 演播文丫头, 汉墨书香, 后期制作土豆。 第五十八集 秦昭只盼着, 舒飞的动作能慢一点, 吃个两天也行, 她得和蚊虫见一面才行。 那该如何是好, 舒飞娘娘只恐留不得姑娘了。 宝珠和秦昭想到了一块, 宝玉看看秦昭, 又看看宝珠, 忙道, 要不这样, 明天姑娘就去找文大人, 请文大人江湖救急一下。 我正是这么打算, 今晚我早点睡, 你们也早点歇着。 秦昭挥挥手, 打算今晚也不问书了。 如果明天, 舒飞就找她过长秋宫, 那她要抢在舒飞找她之前, 见到蚊虫, 看蚊虫愿不愿意帮她这个忙。 她重生之后, 运气还不错, 希望明天也能被幸运女神眷顾。 宝珠和宝玉依次退下, 两人很有默契, 依然是轮流职业。 总之姑娘的闺房前, 不能没有人守着, 不然面对突发的事故来不及。 因为有了一套计划, 秦昭一倒在榻上, 便睡着了。 第二天天没亮, 她便起了身, 用完早膳之后, 便去往了一室厅前, 想守住带兔, 看能不能守到蚊虫这只兔子。 这个时辰, 萧策已经去上朝了, 她和侍卫说了两句, 便安心地等在一室厅外, 希望待会儿能遇见蚊虫。 她等了半个时辰, 才终于见到萧策回来, 但她的目标并不是萧策, 而是她身后的蚊虫。 在看到蚊虫的瞬间, 她的双眼亮了亮, 脚也没那么累了。 萧策乍看到秦昭等在一室厅外, 以为她是来找自己, 便上前问道, 你在等姑? 秦昭悄悄地看了一眼, 不远处的蚊虫, 刚好蚊虫也在看她, 正对上她鬼祟的模样。 萧策发现秦昭在分心, 回头看去, 却看到蚊虫的那张脸。 哦, 没什么大事, 刚好起得早, 便过来看看, 殿下先忙吧, 民女回来。 秦昭当然不会说实话, 她也不能当着肖策的面找蚊虫, 所以还是得蚊虫一完事之后, 她再寻找蚊虫, 看蚊虫能不能帮这个忙。 也不等肖策接话, 秦昭便快步走远。 肖策看着秦昭的背影, 总觉得有什么事情不对劲。 她去到侍卫的跟前问道, 昭昭何时来的, 殿下刚上朝不久便来了, 秦姑娘也没说什么事, 只说想等一等殿下。 侍卫如实回答, 肖策算了算时间, 她上朝花了将近一个时辰, 而秦昭等了大半个时辰。 她身子素来不好, 等她这么久, 一定很累, 方才却未有半点表露出来。 这丫头越来越懂事, 反倒让她更加的怜惜她, 这孩子还是能养熟的。 蚊虫和罗燕都发现 太子殿下的心情还不错, 贫素严肃的脸, 此刻变得柔和起来, 就像是凌厉的山峰 被磨平了棱角一般。 从一时听出来后, 罗燕也不禁感叹, 哎呀, 都说女人是水座的, 现在我信了, 就连太子殿下那样的人, 竟然因为秦姑娘 变得柔软起来, 太不可思议了。 你怎知是秦姑娘的原因呢? 蚊虫诞生反问, 他记得秦昭偷偷看她的样子, 那一刻他还在想, 秦昭会不会是来找她的? 因为在见到秦姑娘之前, 太子殿下都是板着一张脸, 看到秦姑娘之后, 殿下才变得这般温柔。 罗燕回得理所当然, 蚊虫觉得罗燕这话 没什么毛病, 但她的直觉告诉她, 秦昭似乎有话要跟她说。 才走离义镇厅不远, 蚊虫便见到了秦昭, 一见到她, 秦昭便端着明媚的笑脸过来, 我有事找闻大人商量, 可否借一步说话? 她很直接, 但她的直接让蚊虫和罗燕都愣了一回。 蚊虫对上秦昭恳恰的眼神, 说不出拒绝的话, 便随着秦昭走远了一些。 罗燕很想跟过去偷听, 但秦昭识破她的意图。 罗大人别过来, 不可偷听。 见于秦昭开了口, 罗燕再好极, 也只能处在原地。 秦昭如愿接到了蚊虫, 虽然她脸皮厚, 但说出这样的事, 还是有点难以启齿。 想想人家一个清清白白的大吉高官, 将来前途无量, 有什么理由要帮她去得罪淑妃娘娘。 可是除了蚊虫, 她目前找不到其他更好的人选。 不是吧, 她总不甘心。 秦姑娘, 有话就直说, 我能帮的一定帮。 蚊虫见秦昭支舞了半天, 也不说话, 主动给她抬街。 秦昭一听她这话, 就知这位人品不错, 可是她这事儿。 秦昭有个不情之情, 那个吧, 大人, 你能不能娶我? 秦昭硬着头皮, 道出拦她的目的。 让蚊虫争取她, 除非蚊虫疯了, 她也没这么大的脸, 眼下就看着有没有奇迹发生。 蚊虫一度以为自己听差了, 她好一会儿才问。 姑娘是何意啊? 秦姑娘不是太子殿下, 交养在东宫的女子吗? 她以为秦姑娘, 成为太子殿下的女人, 是迟早的事。 若如此, 又怎会跟她, 提这么一个请求? 唉, 我就不怕跟大人说实话吧, 苏妃娘娘想帮我说亲, 可是目前我还不想嫁人, 但是苏妃娘娘的命令, 我也不好拒绝, 唯一的法子就是, 对苏妃娘娘说, 我心里另有想嫁之人。 那个, 我就是想做做样子, 并非是让文大人真的娶我。 秦昭一口气说完, 文虫看着秦昭闪烁的眸光, 想起的是, 她昨儿个在太和殿, 戏弄大约是二皇子时的自省飞扬。 她是妻妇, 曾和赵玉有过一段婚姻, 正因为如此, 这也是苏妃娘娘, 不能接纳秦昭的原因吧。 太子殿下可知此事。 文虫正色问道, 太子殿下要忙国家大事, 我哪能拿这些琐事去烦殿下? 秦昭也知道, 自己找文虫有点荒唐, 当下他也有了些退意。 罢了, 就当我从未提此事, 文大人早些回府吧, 恭送文大人。 文虫见秦昭这么快就打退堂鼓, 心有不忍。 他以为, 他在宫中过得很好, 殿下也宠着他, 可总有殿下照顾不周的时候。 秦昭不愿意跟殿下说此事, 无非是因为淑妃娘娘是殿下的生母, 他不想让殿下为难罢了。 这样的女子, 有情有义, 真要被淑妃娘娘随便指一门亲事, 却也可惜了。 秦姑娘, 要我怎么配合都可以, 我这里没问题。 文虫很快就有了决定, 秦昭没有想到, 文虫真会答应自己的无理要求, 他愣了一会儿, 才不确定地问。 文大人真的答应了? 要知道, 此事一个弄不好, 很可能毁了文大人的清誉。 文大人, 不需要再想想吗? 他突然间有点不忍心, 去祸害这么一个跟镇苗红的大好青年了。 大丈夫一言九鼎, 我以为秦姑娘值得。 再者, 秦姑娘有情有义, 帮秦姑娘怎会影响我的声誉啊? 文虫觉得, 若没有昨儿个在太和殿上的一出, 他或许还会犹豫。 但此刻他以为, 能助秦昭走出困境, 这是好事一桩。 秦昭听他这么说, 哑然失笑。 能得文大人的助力, 是我的福分, 那就这么说定了, 淑妃娘娘真要跟我说亲, 我就把文大人给搬出来, 如非必要, 也无需文大人出面, 我自己就能解决接下来的事。 有了文虫的默许, 他还能打着要嫁人的由头, 离开皇宫, 这样, 萧策就没理由继续留他住在东宫了。 秦姑娘有需要用得着我的地方, 只管知会一声, 我会全力配合。 文虫硬得爽快, 秦昭回他一朵灿烂的笑容。 前世他未曾跟文虫打过交道, 就不知文虫后来坐到了什么官位。 两人达成一致意见, 文虫这才和罗燕一同离开了皇宫。 罗燕期间, 不止一次打听秦昭为何事找文虫, 文虫都没有说, 这让罗燕更加的好奇, 只是文虫不愿意说, 他也没辙。 内乡秦昭回到望月居后, 便跟宝珠和宝玉说了这件事。 两个丫头知道秦昭事成, 顿时安了心。 就在他们主仆三人心情放松的当会儿, 念云来到了望月居。 秦昭见念云来得这么快, 更加确定淑妃已经无法忍受 他继续住在东宫, 迫切地想要拔除他这颗眼中钉肉中刺。 也亏得文虫愿意帮他, 否则这一劫他不好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离后,我被太子教养了。 作者一千万, 演播 文丫头 汉墨书香 后期制作 土豆 第五十九集 宝平目送着秦昭带着宝珠和宝玉, 跟着念云走远。 他让宝园跑一趟主殿或者议事厅, 好让殿下知道此事。 宝园却觉得这事没必要大费周章。 淑妃娘娘又不是贵妃娘娘, 淑妃娘娘更不可能加害秦姑娘, 何必多此一举? 宝平觉得他这话也有点道理。 上回他们也是第一时间跟太子殿下说过, 念云找秦姑娘这事。 事实证明并没有特别的事发生, 这一次应该也一样吧。 你就放心吧, 淑妃娘娘宽厚仁慈, 是宫里的大善人, 又是太子殿下的生母, 不会为难秦姑娘的。 宝园又道, 宝平便就接过此事。 内乡秦昭随着念云去到了长秋宫, 见礼后方入座。 最近的身子虽然养好了不少, 但此前在东宫等蚊虫的时间太长, 方才又走了这么远的路, 她这双腿又有些疼痛。 只不过, 这小小的痛处她还能忍耐, 也没在面上表现出来。 这时, 就听淑妃娘娘直奔主提道, 上回跟你说的事, 你可考虑清楚了, 若有了抉择, 便尽快把你的亲事提上日程。 本宫给你挑的对象都还不错, 乃人中龙凤, 你无论嫁哪一个都不亏。 宝珠在不远处, 听着淑妃娘娘的话, 暗沉这叫不亏? 姑娘就算不嫁, 也会过得比嫁给这些人要好。 只是迫于淑妃娘娘的身份, 姑娘不能表示不满, 她这个当婢子的, 更不能够给姑娘添乱。 秦昭因为找到蚊虫帮忙, 心情也还不错, 她恭敬地回话。 回娘娘的话, 娘娘挑选的对象各个优秀, 确实很好。 只不过, 民女另有夫婿人选, 民女相中的那位公子, 说要和民女好好地商量婚事, 眼下只去娘娘安排民女出宫即可。 她觉得, 还是早点离开皇宫, 这个是非之地比较好。 淑妃一听这话, 只觉得秦昭这是堂塞之词。 那你且说说, 是哪位公子愿意娶? 她话说得太快, 但及时打住。 秦昭却是听出淑妃这话的深意, 无非是像她这样的下堂妇, 谁会愿意娶她呢? 这还是太子殿下帮民女做的媒人呢, 那位公子曾经相助过民女一回, 后来又打了几次交道, 民女便放心暗许, 不过, 淑妃娘娘是宫中的贵人, 可能不知道她是谁。 秦昭不卑不亢地应道, 若非必要, 她也不想把蚊虫的名字搬出来, 只要淑妃愿意放她出宫即可。 偏偏, 淑妃就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你这么说, 本宫就更加好奇那位公子是谁。 你且说说看, 或许本宫认识。 尤其是秦昭之舞其词, 不愿意把对方的名字说出来, 他更加怀疑秦昭是在搪塞她。 秦昭见事已至此, 只好含羞待怯地道。 是, 是文大人。 苏非一听文大人, 顿时愕然。 你是说蚊虫? 正是文虫文大人, 苏非娘娘若不相信, 可以派念云姑姑送民女出宫。 届时, 去文大人的跟前一问, 几只民女有没有撒谎。 秦昭说几次, 心跳不知不觉地快了起来, 只要一切顺利, 她就能离开皇宫。 远离了男女主角, 她的小命也算是苟住了吧。 书非上下地打量秦昭, 方才秦昭已经接连说了好几次, 送她出宫。 这是不是说明, 秦昭确实对阿策无异。 要知道, 秦昭出了宫, 往后想要回宫, 那可就难了。 你确定要出宫? 书非带着审视的目光, 定格在秦昭的脸上。 秦昭这时, 也顾不得装害羞了, 她正是书非, 目光坚定。 民女很确定, 从没事过哪一刻, 像现在这般确定。 书非看到秦昭眼里的璀璨光芒, 终于确定, 秦昭不是在说笑。 既然秦昭这般识趣, 她有什么好犹豫的呢? 当下, 她也有了决定。 既如此, 本宫让念云送你出宫。 民女还有一个不情之情, 民女放在望月巨的嫁妆, 能否请娘娘帮忙送出宫? 秦昭提起这件大事, 在来长秋宫的时候, 她让宝珠和宝玉都跟上, 还让她们拿了一些值钱的, 但总归不能全部带上。 那些值钱的宝贝可不能丢下。 你无需担心, 本宫会处理好此事。 书非硬得爽快, 当下看秦昭也没觉得那么碍眼了。 谢书非娘娘成全, 趁今儿个还早, 娘娘能否让念云姑姑 现在就送民女出宫? 秦昭迫不及待地道, 这样一来, 杀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 尤其是吴贵妃, 肯定不会料到她会突然间离宫, 也就不会派人来害她了。 等吴夕羽收到风声的时候, 她或许已经离开了京都。 书非则是满意秦昭的上道, 她看向念云, 念云会议, 当下便去安排秦昭出宫的事宜。 秦昭的心里并不安稳, 虽然一切进行得顺利, 她却不安心。 还有就是, 她承蒙肖策照顾了那么长的时间, 却连一句道别的话都没有, 便不辞而别。 这是很没有礼貌的行为, 而且也会让肖策寒心吧。 她安安稳稳地坐着, 沉浸如水的样子, 心里却是一点也不平静。 书非把秦昭稳坐如山的样子看在眼里, 纵观她见过的像秦昭这种年纪的女子, 真没有一个能坐得像秦昭这般稳重与端庄的。 哪怕是东宫那些从贵族人家养出来的大家闺秀, 都没有秦昭坐得这般优雅自持。 若非秦昭的身份实在是尚不得台面, 她也不至于急于把秦昭赶出皇宫。 哪怕秦昭不是下唐妇, 她都可以接受。 为了阿策, 她也必须把这个女人赶出皇宫, 离阿策远远的, 念云则以最快的速度安排好了一辆马车。 因着书非想要尽快地送走秦昭, 便让秦昭先上马车, 她的嫁妆很快就会送出宫, 去到秦昭的手中。 秦昭相信书非不会讹她的嫁妆, 是也也想尽快出宫。 她上马车前, 再朝书非行了一个正正经经的柜里。 民女祝愿书非娘娘, 身体安康, 万事顺遂。 书非看下念云, 念云便上前搀扶起了秦昭。 我送姑娘一程, 姑娘上马车吧。 秦昭点头应试, 便上了马车。 在走出庄严大气的宫门之前, 秦昭回头看了一眼, 也不过是一眼, 便也坦然了。 倒不是说她毫无留恋, 而是她懂得取舍。 这个皇宫没有她的容身之处, 萧策是小说里的主角, 而她本就是个炮灰, 早该远离他们的生活。 或许是因为她以前介入得太深, 才会被困在其中。 原是想提醒萧策, 想办法让塞斯没办法成为大月氏王, 但她突然间离宫, 此事只能另外再想办法了。 她的命既然是萧策救的, 她当然希望有朝一日, 能还清欠萧策的恩情。 出宫后, 马车往文府而去, 念云需要确认, 秦昭和蚊虫之间确实有婚约, 所以便把马车赶往蚊虫的宅子前。 蚊虫也是听说宫里来了一辆马车, 她心念一动, 立即猜到是秦昭来了。 她以最快的速度出门迎接, 在看到站在马车前的宫女 正是淑妃娘娘身边的近视时, 就正印证了她的猜测。 奴婢见过文大人, 念云上前向蚊虫行礼。 免礼, 姑姑可是送秦姑娘出宫的。 蚊虫话音刚落, 就见秦昭捞起了马车的车帘, 露出一张灿笑的脸。 她不自觉地回她一朵笑容, 本想主动搀扶她下马车, 有绝不妥, 便又束手站立于一旁。 宝珠和宝玉则扶着秦昭下了马车, 秦昭笑道, 这是姑姑送我出宫的, 要不请姑姑进屋坐坐吧。 蚊虫看向念云, 念云急忙道, 奴婢还要回宫交差, 对了, 奴婢想问一声, 文大人和秦姑娘何时办喜事? 若有需要奴婢帮忙的地方, 文大人尽管开口, 知会奴婢一声即可。 这是淑妃娘娘特意交代的事, 她必须打听清楚。 秦昭看向蚊虫, 希望蚊虫别在关键的时刻掉链子。 蚊虫看过来, 笑容温温尔雅。 我什么时候都可以, 只不过秦姑娘准备也需要时间, 我愿意等她。 有了她这句话, 秦昭放了心, 念云也放了心。 她见事情已办妥, 客套了一会儿才回宫交差。 直到念云乘坐的马车走远, 秦昭松了一口气, 看向文虫道。 啊, 还好有文大人帮忙, 文大人的恩情, 秦昭永世记得, 待会儿名女就去住客栈, 等拿到了名女的嫁妆, 名女便离开京都, 不会再打扰文大人, 文大人请放心。 姑娘要离开京都。 蚊虫有点意外。 是啊, 天下这么大, 怎么着也得出去走走吧, 总好过居在京都一个地方。 秦昭朝蚊虫拱手。 那我就先告辞了, 若淑妃娘娘的人, 把我的嫁妆送到这儿, 还劳烦文大人通知我一声。 姑娘一介弱女子, 住在客栈不安全, 这样吧, 我找几个有功夫的家丁, 在暗中保护姑娘。 文虫不放心地道, 秦姑娘虽然出了宫, 但她是太子殿下看重之人, 若在宫外有个三长两短, 她也没办法向殿下交代。 那就谢谢文大人了。 秦昭也不推却, 她正在想要不要去顾请武师保护自己, 既然文虫提出来, 正好解决了眼下的麻烦。 就这样, 她找到了下榻的客栈, 只等拿到嫁妆, 她便远离京都这个是非之地。 欢迎收听古言穿越甜宠剧, 和离后, 我被太子教养了。 作者一千万, 演播文丫头, 汉墨书香, 后期制作土豆。 第六十集 文虫是守信之人, 很快便找了四个功夫不错的家丁, 守在秦昭住宿的客栈, 暗中保护秦昭。 划分两头, 东宫。 秦昭离开望月居后, 迟迟没有回来, 宝平觉得不大对劲, 宝元也没有想到, 过了午膳的时间, 还不见秦昭回来。 正在这时, 长秋宫来人了, 称秦昭被淑妃娘娘留下用午膳, 而且淑妃娘娘命人, 来望月居取一些东西。 此人, 正是淑妃的竟是念云。 淑妃是太子殿下的生母, 宝平和宝元当然不会防备淑妃, 也不敢跟进去。 后来见念云拙人, 抬了几只大箱子出来, 宝珠和宝元也不知那是什么东西, 更不敢问。 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念云, 带着几个大箱子走远。 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劲? 宝平比宝元稳重, 她总觉得那几只箱子装着的都是贵重物品。 淑妃娘娘为何要命人来望月居般东西, 这不是很奇怪吗? 能有什么不对劲, 那可是淑妃娘娘, 殿下最亲近的人。 宝元觉得宝平想多了。 我还是觉得应该跟殿下说一说此事, 这样吧, 你去找太子殿下报备此事, 我在这守着。 宝平还是不放心。 宝元的心里头不甘愿, 但也知道关乎秦昭, 不可清待, 于是便特意跑了这一趟。 她去到主殿一问方知, 殿下正在和皇上商议国事, 并不在东宫。 鉴于此, 她只能无功而返。 你跟殿下说了这件事没有? 见宝元回来, 宝平立刻问道, 还没呢, 殿下不在东宫, 在皇上那儿, 等殿下回来再说吧。 念云姑姑都说了, 秦姑娘在长秋宫, 咱们何必夺此一举? 宝元抱怨道, 宝平见她这个态度, 就知道她的心里多少不喜情招。 贫宿太子殿下最看重秦姑娘, 若秦姑娘有个什么闪失, 你觉得咱们两个能脱得了干系吗? 只盼着秦姑娘顺利地回来就好, 不然。 宝平的心沉了沉, 不安感却是越来越强烈。 至于肖策, 因为流民暴动在即, 正在和皇帝商议对策。 皇帝精神不济, 商议了一个时辰后便头疼欲裂。 肖策见不对劲, 找来冯太医为皇帝看枕。 冯太医枕脉后称, 皇上的头疼是旧疾发作, 思虑过重引起的, 最好的法子还是敬仰。 肖策看着睡着后, 仍然紧皱眉头的帝王, 心情有点沉重。 今儿个若不是事态紧急, 他也不会就此事来找父皇商议。 那就劳烦冯太医好好帮父皇看枕。 肖策又陪坐了一会儿, 才回东宫。 内乡宝平等在主殿外, 以为太子殿下一回东宫, 便会回到主殿。 他却不知, 肖策再回东宫后, 第一时间去的是望月居。 宝园也没有此前的淡定, 距离念云抬走箱子已经一个时辰, 晴昭还没有回来, 这种现象太反常了。 就在他忐忑不安的当会儿, 肖策来了, 他忙上前向肖策行礼, 肖策挥手免了他的礼, 便进了望月居。 这可把抱怨给难住了, 他不知要不要跟上去, 更不知要不要跟太子殿下, 说秦昭不在望月居的事。 内乡肖策进入望月居后, 先是去了书房, 这个时辰, 秦昭若是像往常那般, 应该还在书房恋子温习。 但他去到书房, 并没有见到秦昭的踪影, 这说明那丫头懒带, 趁他不在的当会儿偷懒儿, 他又去了正房, 以为这里可以找到秦昭, 但是让他意外的是, 秦昭居然也不在正房。 等他把望月居的房间都找了一遍, 都不见秦昭的踪影时, 他才注意到宝园在外面探头探脑, 行迹可疑。 宝园,秦昭去了哪里? 肖策眉目清冷的样子, 让宝园胆寒, 他畏畏缩缩地去到肖策跟障, 不敢正视肖策, 更被他强大的气场压得透不过气来。 这一刻, 他后悔没听宝平的话, 早点请示殿下。 姑再问你话。 肖策的音量骤然加大, 宝园下的跪倒在地, 连声道, 姑娘上午就被淑妃娘娘叫去了长秋宫, 但不知为何, 直接没有回来, 就在前不久, 念云姑姑还命人, 抬走了几只大箱子。 他话没说完, 眼前就已没有了太子殿下的身影。 肖策快步冲进秦昭的寝室, 他知道秦昭平时最宝贝的就是他的嫁妆, 所以秦昭把那几只大箱子放在了寝室里。 方才他没注意, 但此刻特别明显, 那几只装了秦昭嫁妆的箱子已然不见。 征战片刻, 肖策含着脸出了寝室, 经过宝园身边的时候, 他眸中闪过了一抹杀意。 办事不利, 自取领罚。 宝园心一颤, 他不敢抬头, 直到太子殿下的脚步身走远, 他才颤颤巍巍地起身, 前去东宫的行私领罚。 行私是处罚犯了错的东宫奴才的出所, 但是受罚之人极少, 他从没想到有一日 自己会走进这个地方。 肖策出了东宫后, 便前往长丘宫见书妃。 长丘宫没人能拦住肖策, 肖策未经通报, 便闯到了书妃的跟前。 秦昭在何处? 平生第一子, 肖策没有第一时间向书妃行礼, 便先质问书妃。 书妃心里不高兴, 却也知道, 这件事没有事先跟肖策说, 便道。 他已经出宫了, 他心悦蚊虫, 和蚊虫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荒唐。 肖策打断了淑妃的话, 淑妃脸色不好看。 你既然这样跟本宫说话, 谁教你的规矩? 儿子对事不对人, 即便是母妃, 也不能轻易决定秦昭的去留。 儿子以为上次跟母妃说得很清楚, 但母妃还是把她赶住皇宫。 儿子以为, 这个皇宫只有母妃不会为难儿子, 原来母妃也是不能免俗啊。 肖策说完, 转身欲走。 阿刺, 你想做什么? 淑妃见肖策要走, 心下意惊, 不会是还要把秦昭接回宫吧? 他是东宫的人, 没有孤的允许, 任何人不准赶他走。 肖策说完, 才向淑妃行礼, 躬身而退。 儿子告退。 阿刺, 你回来! 淑妃急了, 朝肖策的背影喊道。 只可惜, 肖策来去一阵风, 眨眼间已不见她的身影。 淑妃颓然地做回原位, 不曾想会是这样的结果。 她以为秦昭出了宫, 了了一桩心愿, 怎知阿策不愿意让秦昭离开。 这样的女子, 留在皇宫有何用呢? 念云见淑妃这个模样, 唯有上前安慰。 娘娘先莫急, 或许太子殿下 并非要接请姑娘回宫。 本宫看, 她是被鬼迷了心窍, 情势有什么好的? 东宫那么多的美人, 还不够她挑吗? 她偏偏地, 要对这样的一个下唐夫上膝。 淑妃气得呼吸急促, 念云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沉吟片刻, 她才道, 说是太子殿下又把秦姑娘接回来, 娘娘需想好应对之策才行, 或许, 唯有长丘公也塞人进东宫, 才是解决之道。 淑妃想了想, 觉得好像只有这个法子, 不然无锡语进东宫, 秦昭又在东宫, 阿策的身边总得有个自己人照看着。 晴儿明年才急急, 本宫一时半会儿往哪儿找人去? 淑妃悠心忡忡地道, 念云转眸看向了不远处的宫女, 对淑妃道, 娘娘, 那儿不是有一位吗? 淑妃看向念云所指的位置, 若母即是一个宫女痴然的身影, 她还看着阿策离开的方向, 目不转睛, 浑然不觉自己的失态。 念素? 淑妃有些意外, 她身边素来都是念云侍奉, 念素很少陪在她的身边, 但念素的人品和相貌却都是拔尖的。 前两年, 她还想过要把念素献给皇上故宠, 但是被阿策识破了这件事, 被阿策制止。 也是自那一日开始, 阿策便跟她日渐疏离。 正因为这样, 她对念素也心生芥蒂, 有时不希望看到念素的脸, 便会让念素在跟前赐封。 她都有些日子没见到念素, 若非念云提起, 她还真的想不起念素这号人物。 正是, 太子殿下曾经帮助过她, 她便对殿下情根深重, 奴婢也相信念素对娘娘的忠心, 眼下只有放娘娘身边最亲近的人进东宫, 去服侍殿下, 才能叫娘娘安息。 娘娘看念素的容貌, 可不正适合服侍殿下吗? 念云低声诱导, 不得不说, 淑妃心动了。 只要念素心里有阿策, 又是从长秋宫出去的人, 还愁掌控不了念素吗? 胡贵妃都能往阿策的身边塞宫女, 她这个做母妃的自然也可以, 而且还可以让念素盯着秋水无息雨, 这样岂不妙哉? 至于念素能不能得阿策的亲眼, 这都看念素的造化, 她也不关心。 有了决定, 她把念素叫到自己的跟前。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订阅关注。 接幕志愿者 偶作所呼吸尽手